主料,榴莲壳250克,鸡土鸡,加油500克,主料,山核桃25克,枣干20克,枸杞子3克,榴莲壳30克,黄酒2茶匙,江三片,水1500毫升,湿野5克,榴莲壳里面有一层厚厚的白色羊,可用来煲糖或水煮,清香并致有降火的功效。 用刀切下来,把榴莲壳中的白糖切成小块,取出榴莲壳,也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,民间就有用榴莲壳包汤的做法,相对榴莲果肉,榴莲的壳质较温和,筛干煮汤就不逊,降皮不作用,大枣和核桃肉用清水浸泡10分钟,尤其是核桃仁,可以取出色味,一切换后焯水至半熟或全熟,清醒干净备用, 将所有食材,除枸杞子外,放入炖锅,加生姜和料酒,倒入精水,隔水炖3.5-4个小时,出锅10分钟前加入枸杞子,并加盐调味,开始享用了。 首先去掉榴莲壳,榴莲壳中的狼,吃口馅芋头,含有很高的剑本和纤维,可以食用,但会有渣子,经常时间炖煮后,使得桃汁变得十分浓稠,甚至有些黏液的感觉,但并无私好榴莲的气味。 所以不喜欢榴莲的朋友,也大可放心食用,可桃酥软,鸡肉鲜美,脏脂可口,大枣清甜,一道美味而滋补的量汤,烹饪技巧,请榴莲壳食注意安全,最好戴上手套,防止被尖刺受伤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